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关节配置&POSE来跟大家分享 海洋塘三口式转轮的第二款 太阳之牙道格拉姆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包装 从三口转轮的第一号到六十五号 如果没记错的话都是这种 长条形然后比较胖的这种盒装 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海洋塘 转轮科技 这个编号002 然后这一个商品的这一个名称 Dogrom 那这里有介绍到原型制作是三口圣九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三口式原型设计 旁边有一个它的照片 另外一边有讲解到这个 转轮科技使用的这种转轮关节 带有齿轮状的一个简单的基础讲解 后面的每一款三口是几乎 盒子上会有一处会有这个标志 再来背面有它的一些pose照 然后这里还有特别介绍了一下 我们的原型师三口圣九啊 是怎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吧 那也有特别解说到 这里什么绝妙的角度啊 伤口是可动心次元的非要性之类的 就是说提到了伤口它在用斜切 再搭配上转轮关节 就是开始一个转轮科技的这个产品 接着来看看所有的配件 它这个Dogrom 并没有附属所谓的支架 那可惜就是说原本001款辛盖特 它有附支架 我以为后面的款款都有 但没想到第二款就给我打脸了 那没关系 它不用支架其实也可以玩出很多好玩的pose 那我们大概看一下它的配件 像这里有一款那个很大的肩炮 它是搭载在这个背包的这一个地方 那它泡的造型 尺寸算是蛮大的 只是说细节刻画还是普普通通 比较单调一点 那这里有一个10mm的转轮关节 那这个背包呢 应该是它的一个扩充的什么 充电能量之类的吧 因为我记得它这个机器人好像是需要充电的 那如果我讲错的话也请留言区跟我说明一下 因为这个动画我没有特别去研究 只知道它的产品名称跟机体是什么样的 一个大致上的角色而已 这个背包算细节就比较多一点了 而且有很简单的一个分色涂装 那这边应该是一个类似油箱的东西吧 再来这个就是它安置在手臂上的一个武装 至于是火炮还是机枪类的 看起来比较像是火炮吧 那细节也是简单的一些刻画 也有一些简单的涂装 但是目前来说这些小装备啊涂装都算还很稳定 再来这一个是跟头部做替换的一个机枪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呢附赠的手型有一个左手的摊长手 然后左手的一个持握在炮管的一个造型手 它是可以扶住这个炮管 再来右手边就有一个也是可以持握东西的一个造型手 以及本体上的两个拳头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本体的一些细节 首先它的头部是一个驾驶舱 那它这边可以做一个翻开的动作 里面没有刻画出驾驶员 就有一个驾驶座位而已 它头部两边应该也是一个火炮之类的武装 然后是可以拆下来的 但是右边可以 右边是拆下来没有做替换的动作 只有这一边可以做一个拆下来去替换的一个配件 那它这个卡榫是圆形的 圆柱形的 可以跟这个红色的做替换 我们把它替换上去看一下 替换上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它这边又还有设计跟天线跟这个类似摄影机 后面还有一个红色的造型 但是这个红色的这个防撞杆造型 在你操作头部的角度的时候是比较需要留意的 就是怕你在扭动的时候不小心给它推到这里很容易会断裂 那天线也要格外的注意 那这个配备我先把它换回原本的 那它其实这边可以拆下的卡榫是一个半圆形的 所以两边不会搞混 但是这边也没有可以替换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不用去拆它 再来是胸口有一个D7 还有一些细节刻画 然后肩膀有一个倒三角形的一个标志 背部就比较空了 因为它后面可以装上背包 所以这边也没有任何细节 它旁边有一个类似弹药的一个裙甲造型 脚底也有做刻画算不错了 有些脚底会偷懒 就是平平的跟两个洞 让你去插支架 那这个刚好没有副支架 所以它就把它做一些细节出来了 再来我们就看看 各部的关节 以及可动范围吧 首先头部是一个6mm的转轮 那它这里是斜插的方式 它6mm的转轮 也是斜插一个V字形 这边是这个角度进去的 所以你的上方可以做一个左右的简单侧头 但是你在摆的时候就是要非常留意 因为这个地方 红色跟天线都很怕在扭的过程 你就把它施力点 施太大力把它扭断 所以这一个设计算是 是比较需要小心的 是比较需要小心的 所以这个到V型的这种斜插 其实角度很广 大家去摸索一下 大概就知道了 再来手肘就是简单的塑料卡榫 它就只有一个单方向的向上抬 大概90度 然后打平 就到这里 手腕呢 就是一个卡榫 卡榫式的 所以只能做旋转 那这个卡榫在安装 其实是蛮紧的 所以我建议就是 因为它算是 也是老东西老物了 那有些怕材质断裂的话 会在卡榫上面做一些 削减 让它变得比较好拔 那我自己有做一个简单的削减 可能看不太出来 因为它原本是一个圆柱的 我在这边右边 有一刀切下去 让它的圆形比较不平整 让它减少摩擦力 这样 这里有切过的白痕 再来是胸部 它只有上面这里有关节 就是一个 10mm的 10mm的转轮 那下腹部就没有做旋转或者是任何的关节 跨部就是比较常见的 两个斜切 一个是往上往后的 然后一个是往里往外的 那大腿这边可以360度 可是 跟旁边的裙甲会有稍微的干涩 所以稍微注意一下 裙甲这边算是有点软直的 它这个连接蓝色的部分有点 有点 有点软但是也不要说硬掰 因为它还是有一点 感觉是硬 比较硬的PVC 只是说可以让你稍微扭动一下 但是这里并没有射关节 所以硬掰应该是会断 这里就不要特别去弄它 那膝盖就是 10mm的转轮 膝盖用转轮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它可以做额外的变形 它可以额外的旋转 所以说膝盖这样踢 有一个 大概 135的一个角度 那如果我们把它变向 这样转过来 再用膝盖这里去做一个变形 它可以做到一个 挑芭蕾的姿势 但是这也是造成一个 膝盖普遍不好看的一个 视觉效果 那脚踝这里就是一样 10mm的转轮球 所以这个 这一款伤口是 本体就只有六个 转轮 再加上一个 肩炮的转轮 只有七个 这也是目前 早期的转轮科技 通常还是会带一些斜切 就是 转轮关节没有那么普遍 这里稍微 补充一下 它的手腕的造型 两个看起来很像 但其实接点的部分是斜切的 所以这边可以转的一个角度啊 跟这边转的一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跟这边转的一个角度是不一样的 虽然都是平转 但是它们接的地方是斜的 所以你的手掌扭出来的造型 两边是不一样的 再加上它这个握 握东西的方式是斜的 然后这个握东西 是平的 所以两边 可以拿的东西跟方式 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 左手的这个平摊掌 也是一样 也是一个斜的造型 这时候写的角度就要两边去做搭配 才能摆出比较 适合比较好看的造型 接下来就是摆POSE的时间了 那我们简单的摆一些POSE吧 首先我们把它的背包按上去 再来把它的肩炮也安装上去 最后这里有机枪 应该说是手臂武装的部分 那我这个很可惜喔 已经装过一次拍了几张照 然后要拿的时候 它就已经卡榫断了一截 在这里 然后虽然说 左手臂也有一个孔 但是其实 插下去还是会掉 因为它这个卡榫太短了 再来我也不太信任这个地方的材质 所以我们就是简单的用蓝钉胶 去粘合吧 那你要粘在左手右手 其实都无所谓 那我个人是喜欢粘在右手这里 做一个搭载 那我们就一个角度 去给它 擋住这个蓝钉胶 那就先简单 擺一个右手 开炮的一个姿势 那这里头部的话还是要小心 因为它是一个 斜切的一个插法 斜插 所以说你在转的时候 并不是很直觉式的 就需要慢慢的调整 然后把下面的关节 拉出来一点点 之后再去旋转 让它可以有一个侧头 看向右方的一个角度 那这个蓝钉胶 我们稍微要掩盖 所以你就把它这一边 稍微挤一点回去 不然就是我们去做一下这个 黏土的调整 不要那么多 这样它能固定住 那也不会露出一些 黏土在外面 接着就是 是摆一些简单的跨步站 然后调整一下平衡 抖一安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再來我們就用到左手 砲管的這個開砲動作 那我就把左邊左手這個 武裝給他拆下來吧 那藍丁膠有一個清理的方便 就是說你拿原本的去給他沾沾黏黏 他那個屑屑就會黏回原本的 大塊的身上 那這邊也有 我們就把他黏一黏 把他黏回來 這樣看起來就不會那麼髒亂 接著我們是要擺 左肩砲開砲的一個POSE 我們先換一下手掌 再來因為是左邊嘛所以你 頭部一定就是看向那個方向 然後手掌可以稍微含著 稍微扣上 我們就擺一個 預備射擊 他穩住他的砲管的預備射擊 大概就是這樣 那麼接著就是一個開砲後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稍微 講一下他的作用力 左邊開砲的話 這個砲管他會向後 之後你的人 也會因為有作用力 然後向左後方 有一個 反作用力 那我們就要把 左腳 給他向後踩 那右腳是 原本的一個 跨步就稍微再往前一點 之後就變成一個 向左邊轉身的一個動作 然後 砲口已經發射了 所以他有一個向後 向上 的一個作用力 這時候如果你手邊有一些特效啊 可以 展現出發砲的一個效果 就拿來搭配也是不錯的 那發砲後我們還是一樣 看著敵人的這個方向 比較好去做一個 視覺效果 One Ease 像這邊發射完但是你的攝影機是朝這裡的話也是蠻奇怪的 這個方向 因為這邊空空的所以說會比較沒有那個前後連接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會做特效或者你有特效零件 就是拿出來搭配這一個 發射過火炮的一個造型 那這邊我們其實也可以採用一個D姿勢 D姿勢的話 讓那個機體看起來比較高大 D姿勢的話 大概就是這樣 那最後我們撇開一些比較常規的姿勢 我帶一些比較有趣的POSE 給大家看看 這裡我們就把背包給他拆掉吧 然後這個手掌 就給他換成這個 攤掌手 在相關的動畫或漫畫中 他有一個是 坐在地板上的一個 造型 那我們就稍微扭扭看 看能不能達到一個 比較有趣的一個效果 首先腰一定要彎到底 然後腿 抬到最高 再做細部的調整 我們首先可以看一下他這個屁股這邊 是有一個 平切面的 就是 你可以依這個為基準 去碰到桌面之後 你其他的四肢 去調整 去配合這一個 平面 再來我們想 就是如果你是一隻手撐在後面的話 那一定是 身體是側著的 所以 就把他側過來 然後 壓低 屁股這一塊 那我們腳掌 膝蓋因為有轉輪 所以膝蓋可以在額外的旋轉 然後腳踝 貼地 另外一隻腳也是一樣 之後細部調整 那麼我們把角度拉高 效果差不多有了 那我們比對一下 盒子後面 盒子做的算是蠻緊縮的 那如果 可以的話 就是後續再做一些調整 最後調整完 其實 不能說非常原汁原味的還原 他做在地上的 一個造型 那可能是因為我調整 還沒有到非常到位 有一些地方可以再做一個 轉輪關節稍微拉出來 去加強他的一個角度 我這邊就簡單展示一下 那在最後我們也簡單展示一些 比較輕鬆的 就是要做一個POSE 首先就是運用到他這個膝蓋的部分 膝蓋有一個 轉輪 可以特別的調出來 所以你也可以做出一種 翹二郎腿 的一個POSE 的一個POSE 那或者是一種 M字腿 那他其實做雜地POSE POSE是 不太OK的 因為手的方面相對比較短 總之這款 傷口式的 第二款 太陽之牙 道格拉姆 就先分享到這邊 那後面會再加上一些 之前拍好的POSE照 分享給大家 那請大家慢慢的欣賞到最後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點個喜歡 按個讚 那並且訂閱關注我的頻道 幫我多多分享一下 接下來的影片就 應該就是照著三口的 轉輪這個順序繼續 去給他做簡單開箱分享吧 那有一些編號其實我沒有買到 所以說沒有辦法 很齊全的為大家介紹 但我就是照著所謂的 編號排列下去 有的話我就會盡量做 那除非有新品 新的玩具來做 一個插隊 不然的話就是照著這個 方式走下去 那麼感謝各位看到最後 也請大家訂閱關注 並且幫我按個讚 謝謝大家 我們下個影片見 掰掰 很讚 怎麼會有 ́ 我先想偷塞 我先想偷塞 我又想偷塞 我先帶我們